你不要乱来啊 华哥绑架了老板的女儿 她本来计划着 只节彩不节色 可因为喝的太多 看到这样一个美女躺在面前 也难免把持不住自己 你洗几个澡 洗个澡 你冷静一点 你不要乱来啊 就在最关键的时刻 华哥头一歪倒在了地上 这才让女孩逃过一劫 就在不久前 华哥还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 在一个姓蕾的老板手下做事 那天 老板给了华哥五百万现金 让他存到银行里 谁知今天偏偏赶上打塞车 车子一动不动 刚好这个时候 华哥觉得肚子疼 他便想借着车子不能动的功夫 先去公厕方便一下 可他前脚刚进厕所 后脚就听见几声枪响 华哥意识到不对 赶紧冲了出去 结果就看见两名同事被人杀害 连钱箱也被抢走了 很快 华哥就被带到警局调查了 他把事件的经过告诉警方 但负责这些案子的陈警官却怀疑 这次抢劫 是华哥自导自演策划的 这么巧你拉肚子 又这么巧堵车 真是安排的天衣无缝啊 华哥很委屈 他在公司干了十几年 要是想抢钱早就抢了 怎么会等到今天 可不管他怎么解释 警方都不肯相信了 华哥便把希望寄托在了雷老板身上 但他没想到的是 雷老板竟然也怀疑是他做的 既然没做那也不怕被人查 雷先生 雷什么雷 坐下楼合工吧 经过一段时间的审问 警方依旧没有问出什么线索 考虑到现在确实没有证据起诉的 陈警官打算先把华哥放了 等找到证据后再给他定罪 华哥以为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不料这是有人进来报信 说华哥怀孕的妻子 在外面等了很久 现在情况很不好 可能是要生了 华哥出门一看 妻子已经快不行了 他们赶紧把妻子送到医院抢救 虽然最后儿子平安出生 可妻子却因为难产去世了 而在公司那边 华哥也并不好过 因为那起抢劫案 雷老板决定开除华哥 华哥知道他说什么都没用 只希望雷老板能把他这些年 攒下的20万公积金给他结清 可雷老板的态度却十分强硬 公司毕竟是雷老板的地盘 就算华哥放狠话 也逃不过被扔出去的命运 走投无路之下 华哥只能铁儿走险 他带了一把刀闯进雷老板家 想要回自己的钱 但对方有保镖保护 华哥压根进不了雷老板的身 雷先生 不要报警啊 不要报警啊 如果我坐牢 我儿子会很惨的 眼看雷先生叫拨通报警电话 华哥心一横 撞开身旁的保镖 还抢了一把枪 恰好此时 雷老板的女儿芷兰走了进来 华哥眼机手快 挟持了芷兰 有了芷兰做人质 华哥顺利地逃离了雷老板家 他把芷兰带到郊外的一栋小别墅里 向他大吐苦水 为什么他动动嘴帮我都不肯呢 就连我辛辛苦苦存的二十几万 二十几万公积金 他都要占 有啊 停了这话 芷兰立马反驳 平时他的零花钱都不止二十几万 他不相信父亲会苛扣华哥的公积金 但这话却让华哥更加生气 是我爸不对 我叫他把钱还给你 于是第二天早晨 华哥就给雷老板打去了电话 喂 爸爸 我没事啊 不过他现在说要一千万 还说如果你要报警他就撕票 华哥绑架了老板的女儿 想借此讨回属于他的二十万公积金 却没想到老板的女儿比他还敢要价 一张口就是一千万 算是够朋友了吧 叫我爸千万不要报警 一次过连本带里全拿回来了 既然事情已经变成这样 华哥也只能选择任命 当天下午 他就收到了拿赎金的消息 不过 这其实是警方给华哥设下的陷阱 在芷兰刚被绑架的时候 雷老板就打电话报了警 他们打算用赎金做诱饵 引诱华哥出现 只要他露面 埋伏的警察就会把他逮捕 不过 华哥的警惕心很强 即便确认过赎金附近没有警察 还是选择了一个稳妥的方式 墙头上的陈警官死死盯着赎金 可当人群走过时 钱袋就已经不嫁了 警察们一拥而上 冲进人群寻找华哥 陈警官第一时间看到了华哥 为了保命 华哥扔掉钱袋 一脚踢开陈警官 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甩不开陈警官 两人穿过好几条街 来到一个人群密集的桥洞下 在这里 陈警官终于抓住了华哥 经过一番搏斗 华哥再次逃脱 不过这一次 陈警官掏出枪对准了华哥 可他却不小心 打中了华哥身边的女学生 华哥不敢多坐停留 马上离开了现场 当初是芷兰说 雷老板一定不敢报警 可事实却不是这样 所以他一回家 就去找芷兰算账 但芷兰却已经不见了棕领 其实华哥根本就没晕 只是装运让芷兰停手 确认芷兰走了以后 他马上追了出去 此时的芷兰正在发动快艇 但她是个千金小姐 根本不会开船 情急之下选择了跳海 芷兰被华哥抢救了回来 直到自己跑不掉 气呼呼地回到家里 也是在这个时候 两人看到新闻报道 说是华哥抢了警察的陪枪 杀掉了女学生 华哥知道 一定是陈警官把事情嫁祸给了他 这边抢劫绑架罪还没有洗清 又平白多了一条杀人罪 华哥已经无路可退了 另一边 雷老板因为警察办事不利大发雷霆 他要警察赶紧找到女儿 否则就让整个警局好看 说完他就离开公司 此时的公司大门外 有一群百姓正在抗议 领头的人看到雷先生 就掏出刀子冲了上去 把雷先生捅伤 这个消息很快通过电视 传到了指来耳朵里 他求华哥放他去看望自己的父亲 华哥虽然一开始不同意 可看指兰哭得伤心 还是决定带他去见雷老板 去往市区的船上 指兰告诉华哥 他相信华哥没有犯罪 他会想办法向父亲求情 所有人都当我是贼 你为什么要信 你的行为 指兰很快赶到了医院里 一见到他 陈警官就开始追问华哥的下落 但指兰坚持自己没被绑架 还对着陈警官冷嘲热讽 我只知道那个女学生不是他打死的 接着指兰便追问父亲 为什么不肯把20万还给华哥 直到现在 雷老板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 现在这个世界上好多穷人 把我的全部身价都给他们吗 这一刻 指兰对父亲彻底失望 他没想到 父亲真的是华哥口中 那个自私自利的人 他失魂落魄地跑出医院 却被突然出现的华哥拦到了一遍 我跟了你很久了 信不够我 喝什么 两人来到一个酒吧 指兰告诉华哥 他不准备再回家了 他要抛开父家亲近的身份 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我呢 一出世什么都有了 不知道活着为什么 有时候真的要死就算了 如果你连死都不怕 那太多事可以做 例如呢 指兰顺着华哥的目光看过去 一个女孩正被一个长得 酷似大壁戈的男人欺负 他二话没说 上去就给了男人几个耳光 打我 动手 叫他们两个让他打 不许还手 在手签的威胁下 三个男人被指兰狠狠教训了一顿 也是因为这样 指兰找到了人生的乐趣 他决定从今往后都跟着华哥 哪怕是做坏人 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好 带你去做件更有意义的事 华哥说的更有意义的事 就是去接他的儿子 当天晚上 他就来到医院 可刚到门口 就看见陈警官在门外守着 发现了华哥的踪迹 陈警官立马追了出去 快去收了那个BB 是 陈警官追了一路 好不容易逮到了华哥 可对方转过身时 才发现那根本不是华哥 而是乔装打扮的指兰 他意识到自己中奖 想折返回去 却被枪止住了脑袋 跑啊 两人很快扭打在一起 而另一边 回到病房的警员也碰上了华哥 经过一番战斗 华哥终于打赢了警员 抱走了儿子 可指兰这边却陷入危机 陈警官用手铐锁住指兰的脚腕 想把他靠在凳子上 好在指兰灵活躲过 两人僵持在一起 突然 陈警官被子弹击中 原来是华哥已经赶了过来 他受了伤 只能眼睁睁看着两人带走儿子 虽然儿子成功带回来了 可一个指兰 一个千金 怎么照顾婴儿成了一件仇事 于是指兰灵机一动 带着华哥打劫一家托儿所 像托儿所里的护工学习换尿布 充奶粉 就这么过了一段时间 两人的钱也基本花光了 于是他们便想捞上一笔 恰好这个时候 餐厅里有一个穿着很贵气的老板 从他和朋友的谈话中 就能隐约察觉到 他的钱全都是不干净的 这刚好给了华哥和指兰一个机会 于是 他们拿着枪打劫了这个男人 却没想到 对方竟是同行 而且装备比他们更好 但更让人意外的是 这个人不是想黑吃黑 而是新手村的向导 两人打开包裹一看 里面装的都是枪支和子弹 这下不仅有了钱 还有了新装备 两人也从这件事里发现 当差的未必是好人 而贼也未必是坏人 既然是非黑白这么难分 他们就要做一对有正义感的贼 自此 两人的雌雄大到组合正式成立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华哥和指兰将枪法练得如火纯青 开始在社会上兴风作浪 他们专抢那些罪犯 然后把钱送给需要帮助的人 这天然将打劫的目标锁定在了一窝毒贩身上 华哥在上边打劫 指兰则在楼下等着接应 过了一会儿 大批警察赶到了现场 因为华哥和指兰作案多起 已经成了高度危险人物 为了抓住他们 警方几乎动用了全部警力 不过指兰丝毫不慌 他单枪匹马走下了车 抬枪就对警察射了过去 一时间火光四起 警方被打得落花流水 刚好这个时候 华哥也带着抢盗的钱下了楼 他们开着车扬长而去 路过示威的人群时 还将钱洒了出去 随后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小别墅 用摄像机记录他们的英雄事迹 我今天教训了一个叫大哥熊的毒贩 让他们用白粉洗头 为社会除害 可就在一家三口玩得开心的时候 他们听见不远处传来启笛声 原来是警方派出大量人马 想将两人拿下 他们训练有素 一看就和那些普通的刑警不同 华哥赶紧带着指兰回家做准备 眼看敌方已经摆好架势 他们拿着机关枪走了出来 对着外面一顿扫射 同时扔出手雷 将这群警察打得落花流水 可对方人数太多 就算他们拼死抵抗 还是有些吃力 两人也都在战斗中受了重伤 只能互相搀扶回到屋里 他们不怕死 只是担心他们死了 孩子以后没人照顾 于是他们将孩子放进小船 推向了警方 就算警察再不讲理 也不会对一个孩子下手 刚好这时 雷老板为了替指兰求情 也来到了现场 但指兰犯的是死罪 警长不肯给雷老板通用 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 难道都带进棺子里去吗 也是在这时 雷老板看到了小船里的孩子 以及指兰留给他的一封信 于是他决定 把孩子当成是自己的亲外孙养大 过了一会儿 警方的增援赶到现场 对着屋内就是一通扫射 夫妻二人则抱在一起 做好了父子的准备 扫射结束以后 警长带着一支小队冲进屋里 此时两人早已咽起 可身体却紧紧抱在一起 警长看不惯 上前把华哥踢开 却不料他们手里握着一枚手雷 保险栓拉开 瞬间火光四起 将冲锋小队全都带走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好 这就是本期视频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